謝謝 抱歉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你們的告白 我先不好意思 我現在沒有聲音 我的聲音可能會很小聲 感謝 感謝我們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不要 不要笑我 謝謝你們的歡呼聲 我們現在應該可以宣布了 好 那黃杰就在這邊宣布 高雄第六選區 我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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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真的非常感謝 因為這70天的選舉 真的很不容易 根本是 政治史上沒有發生過 70天內 你要選一個立委 但是 我們高雄第六選區 所有的鄉親 我們做到了 我們做到了 完成這個歷史的時刻 讓黃杰 順利來當選 謝謝 當然要首先要非常感謝 我們高雄的大家長 陳其邁市長 從一開始他就非常相信我 他相信我可以 接下這個非常困難的任務 在高雄第六選區 他相信我的能力 相信黃杰 有這個勇氣 雖然是一個很年輕 真的30歲而已 30歲的年輕人 在高雄也可以出頭天 那這就是我們高雄人的精神 在很願意給年輕人機會 很願意讓只要敢從敢拼 只要願意為家鄉來付出的人 都有機會可以慎選 都有機會來為高雄來服務 那我也 那我也謝謝你不斷的告白 謝謝 這就是高雄人給黃杰的愛 謝謝 那我也要非常感謝 趙天林委員 那其實大家也知道 在趙天林委員第一時間 宣布退選之後 這邊整個高雄第六選區 是天翻地覆 因為我們這裡 本來是可以穩穩的拿下來的一區 他在這裡經營了20年 他的青春歲月 都奉獻給高雄第六選區 但是在這麼關鍵的時刻 他第一時間就說 他願意退居幕後 他要讓我們高雄隊都可以贏 所以黃杰接下這個重擔的時候 他其實在背後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在後面運籌帷幄 穿針引線 把他所有20年來的成果 都交在我身上 好嗎? 好嗎?